520总统蔡英文执政满六周年 民众又会有什么话想要和总统说吗 我们上街头实际来询问 希望他能够履行他当选的时候 曾经讲过的每一句话 而不是做个场面给民众太 什么时候下一任改选 就是我觉得好像现在的经济是可以 有一个轮动了 超前部署的精神跟原则 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 台湾很好啊 尽力努力啊 什么话想要跟总统说吗 加油 台湾加油 尽可能的尽速将儿童疫苗 能够赶快进来 希望总统可以再做更好一点 不管哪一届总统其实都会有声音 我觉得他弄得不是很好 防疫也是真的 你看一下突然间爆发那么多啊 防疫 目前我觉得是医疗让人比较吃紧嘛 共存应该是国际趋势 当然我是医护人员耶 我医护人员应该更有感吧 都这样了 我觉得反而要跟民众说 不要什么事都忘记枕跑吧 希望能赶快解封 国外普遍都觉得我们现在的防疫政策 有点太极端了 520啊 是什么 我爱你啊 就我爱你啊 跟他说辛苦了 敬他一个人 然后要就是要面临到很多我们压力 其实他的压力其实真的蛮大的 他蛮辛苦 虽然就是他那个位置本来就会有两边不同的声音 对我也没有说我是资财不支持 但就是大家都是人 就好像有实体的变点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对啊 其实我没有什么在看新闻 对所以就政府有丢那个LINE的群啊 或是什么 我就看那些那些现在政策给我改变成什么 有一些政策吧 然后可能民众会有 有一些会有反弹的 可是还是蛮敢做的 对于蔡总统520就只满六周年 我们刚刚做这个街坊 人民有话说 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